下一集 紅白勝利 這集真的好誇!! 首先有九位以後 大家見面的 《轉轉樂》 參加《轉轉樂》的特別來賓 由 劉爾金 群偉 安迪 還有四大天王 哎呦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另外在今天可爱香的部分 我们有稀奇古怪的动物 那就是小绵羊 参加的特别来宾有 甲敬文 青伟 那还有很多其他的特别来宾 敬请期待 另外在逼逼乐的部分 今天他到底要逼什么 稀奇古怪光怪陆离的题目呢 流水如有益 你千万不能错过 那个一张纸哦 一个字那么小这样可以写四大张 然后两面满满的 那时候写的时候我到新加坡已经开始像我妹妹讲已经疯狂了 每天一大堆人追 真的把她的心当分子这样丢 现在想想真的都很过分 所以耳后我觉得我有很多不好的事搞不好也是报应 后来秀场不解析 他只有朝木瓜秀去朝 没有没有我真的没有裸露 我一定要强调没有 在今天的我的成长是陈金沛 所以变得有点若隐若兴 所以变得有点若隐若兴 欢迎收看我们的 红白顺利 要高兴 谢谢 谢谢 马上可以开场一个紧凑的节目 特别来宾不需要多做介绍 是是是 该熟的也就熟了 不熟的我讲一辈子也不会熟了 很可怜吧 是是是 我们四大天王阿妹妹 大家好 安迪 刘阿迪 秦伟 这些人大家都不熟吗 不是 那我们有四个住在台湾奔岛了 是不是 所以这些人我们来给他掌声鼓勵鼓勵 谢谢 谢谢 看到他们盛装前来 是是是 一开始进去什么单元 一开始就是我们比较慎重尊重艺人的单元 对 酷酷勒 赚赚赚 今天处罚现在不告诉他们 是 赚输得马上推出处罚的东西 所以前面要很拼命 要不然后面处罚呢 怎样四个都不知道 我们先介绍第一组阿星 还有我们秦伟 秦伟 好 来拼斗一下 安迪哥 安迪待会跟观众挑战 是 是 我们这个算有校园组 中长青组 还有这个 社园组 社园组 我是组组组 小组大维是 小组大维是 小组大维是长辈组 长辈组组 是60几岁 因为我的体力这么跟 只能跟70几岁的 其实我们两个比蛮合理的 真的吗 因为你体型比较胖嘛 我是刚刚在复健嘛 体力也差 留恶心先来 我先来好了 来来来 加油 15圈 你嘴巴我体力会 你还拿手去咬水 但是呢这次呢 要强制执行 这个头一定要靠紧 OK 预备 头离开就算不算 就是头要靠到所有 好 这边有淤青这样才算 好 开始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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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这个是 这次很快 除了花了653秒 1分零5秒 一分零五秒 情緯脫動了 情緯脫動了 你不要走就變這麼快了 可是我現在這個中速神經有燒到 真的嗎 而且還有親友團在現場打氣這個差很多 這個最重要這一關處罰才嚴重 還有 要吞火啦 真的假的 拿在手上 預備 計時開始 快點 寶寶 稍微加油 第一步 第二步 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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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步 顯上還身啊 這位秦偉的運動精神 我們再掌聲鼓勵一下 鼓勵鼓勵 鼓勵 來 嗨 果然就有抓到中書陳金 是 抓到中書陳金了 一分十秒 好 多了5秒鐘 多了5秒 劉爾精神一分五秒 秦偉1分10秒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他弄行为真是不迟 他除了自己残障以后 他也希望大家残障 情剧伺候 这就是鸡尾琴是吧 是是是 这就干嘛 拔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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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拔罐 输的拔罐 那秦伟来秦伟 我输吗 一分十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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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来来来 不少肚子或者背部也可以 我衣服啊 把胸部好了 背部 衣服要脱掉 背部有没有伤痕 没有没有 没有 真的要脱衣服啊 真的真的 我刚刚真的输啊 输很快耶 我输不算输啊 因为你中枢神经有烧到的话 你基本上留我的心理 要拔五个罐 对啊 对嘛一人五个啊 好好 我输得很快的耶 拔罐给减肥 还在暈啊 还在暈啊 粉暈啊 赞大大学 你平衡感不错 才会这样 平衡感好的人才会晕 对 这个同学讲说这个叫什么 真空拔罐器 拔背面拔 拔背了 有同学有用过吗 拔罐是有益身心啊 是是是 来来 知道脱衣服身体应该先练一下 拔 拔哪里 腫哪里 拔背 来 你拔前面有拔后面 哦 会痒 会痒 哎呦 那个肉都凸出来耶 那他到底有没有毒素呢 你再看一下 哦 好恶心啊 哎呦那个阿妹妹来试试看 等一下拔我会更恶心 这哪是拔罐 熔乳气嘛 来阿妹妹来 阿妹妹来 阿妹妹来 阿妹妹来拔这面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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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过这样拔完之后全身就舒服多了 通体舒畅 会不会痛啊 好痛啊 不要拔太多 好啦拿下来拿下来 这个可以拿下来 上面的第一个可以拿下来 这个可以 拿下来拿下来 按上面是不是 按上去 好一按就可以了 好好好 好好好 这拔多久才有效用呢 这个要 这个有的时候呢 还要拿那个针灸的针呢 轻轻的刺 还要自针灸啊 是这样讲的 今天没有师傅来啊 所以要笑 这样子有那个放学的功效对不对 对对对对对对 如果你看 你这边的 你这边就很严重 中暑了 中暑了 这像刮痧似的意思吧 本来没中暑 现在也中暑了 这个就中暑了 好了 真的很难看 趕快穿起来 五度五官 讲五万 我来赔五万 你来赔我来赔 大家都来赔 你五万 我六万 一共四五万 好 有心不是要拔吗 可以了 耳心拔一下 耳心拔一下 耳心的油要把它拔出来 二 来 来 这就脂肪 这就脂肪 等一下要喷油 我第一次看到有人 有人长在这里的 好痛喔 奇怪 他都不会红 你看 他身体健康啊 油太多 他都不会红 不是 脂肪不会油 请问你这是92还95的啊 不是 为什么这么红 为什么这么不红你知道吗 因为距离里面的血液呢 还有五公尺 脂肪 脂肪怎么可能会疼 脂肪 脂肪 脂肪怎么可能会疼 脂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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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剛剛轉這樣就好像 我看到金門王就轉那麼大了 金門王真的轉那麼大 對對對 來 阿妹 阿妹妹要不要拔一下 來來來 我們拔鬥鬥 我跟你講 這個我幫你把青春鬥拔出來 最小拔青春鬥 阿妹妹可以拔肚子 那拔肚子 肚臍旁邊最好看 對對 不是 要不要往上一點 為了您的幸福 太大了 肚臍會落後嗎 肚臍會落後嗎 你看 肚臍會落很多水痘裡面 水痘巴還看得到 唉唷 吐起來了 唉唷 想不到跟我一樣嘛 懷孕了 幾個月了 他沒有脂肪 他沒有脂肪 這個表示 這是 這個沒有口 沒有口 這是說肚子 他們有沒有拔過罐 都沒有 沒有 感覺很新鮮 很新鮮 什麼叫新鮮 來 好 接下來就是我們觀眾挑戰組的 挑戰組 好 這位 來來來 出發什麼是不知道 出發什麼不知道 我們也不知道 出發什麼不知道 你也不一定贏喔 安迪來 來來來 你有經驗 挑戰組 挑戰組 喔 要跟我挑戰 是 你真的很傻 你不找小董 找我你就玩 來來來來 小董才是PULO 我這個 挑戰我這一組 是一個最低消費 就是50圈 真的啊 最低消費 起跳就是50 起跳 你竟然是車 你先來 你先來好了 好 小董 你看 尊重你 50圈 50圈 我看今天的紅白勝利 後半段就看不到他 我跟瓜哥主持了 15圈 15圈好了 加油 來 預備 加油 開始 快 挑戰 對喔 一分鐘 一分鐘 一分鐘整 來 同學有壓力了 一分鐘 加油 同學有壓力了 好 預備 好 預備 他叫什麼Elephant啊 快 快 51秒 51秒 沒有按錯 沒有按錯 他跌了兩個跤耶 不是 那個速度是很快 轉的時候很快 是 但是他咬的水比較少 願賭服輸 沒有 他咬的水有一點點而已 那是一人罰一半 有難同當嘛 對不對 水罰一點嘛 這個要 我們明察就好了 這個水差一點點而已 成人只尿 包大人啊 包大人來了 這個怎麼玩呢 來來來 你幫他包他幫你包 來 來來來 互相包 看怎麼包比較好笑 通通的道具全部包完 阿本來 幫同學包 我跟你講 這個還不是隨便人會包 他當過父親的人 對 開玩笑 那 我們要先躺下 請躺下 請躺好 你的小孩就那麼大了 這塊乾的 這樣可以 這樣可以 是真難看 來 腿翹高 小孩自己不會腿翹高吧 欸這怪怪的欸 這組織很愛看的 這 這什麼姿勢啊 好 要這樣包是嗎 喔 好 請起立 好 好 安迪來 我習慣趴 我習慣趴 好可憐 你是誰 是啦 頭髮髒我來 不會啦 可是哪有嬰兒這樣 我教你一招 以前我帶小孩出去的時候 真的不能躺 站著換尿布 不夠大 站在包 哪才厲害 來要站著包 好 站在包 你說他不還在生過小孩這樣 他這邊包得太多了 兩個包得還不錯 像你這種速度 我們家已經放在家裡了 欸 今天呢我們這個賺賺樂 就到這裡告一個段落 好 馬上要進行非常恐怖的 摩 摩摩 不能叫恐怖香 那叫摩摩樂 我們叫可愛香 摩摩樂 可愛香 來進行我們非常可愛的 摩摩樂 可愛香 歡迎各位收看我們正宗可愛的 可愛香 可愛香 摩摩樂 可愛香 來 我們劉耳機先來 預備 請看 各位不要講出來 來 不要講 好 如果恐怖的話請尖叫 1 2 3 好 來請尾 不要嚇我 不會不會 不要嚇我 講好 不要嚇我 真的不能嚇我 真的不能嚇我 沒有東西 我們這邊就有東西了 沒有東西 你看 剛剛就他 祝你五福你陪他 剛剛就這個 師兄你給我公私一點面子好不好 這是 這裡有膽的難以忍 那我好好摸一下 好好摸一下 是動物啦 毛毛的 毛絲毛的 往後 往後 有點像熊 我覺得 往後 又要翻了 你看小小姐 你給我玩 有聲音耶 你頭伸進去好了 有嘴巴 咬到了 不要咬到可是有嘴巴 有什麼動物沒有嘴巴 可是他在動 他都在動 如果把那個習小姐放到裡面 被嚇死了 不要讓他摸了 這個不要嚇死了 你不要嚇成這樣子 來 這不是嚇壞 他嚇壞 嚇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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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嚇到我了 嚇到我了 什麼動物沒嘴巴 你告訴我 什麼動物沒嘴巴 這被嘴巴怎麼吃東西 嚇壞 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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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壞 嚇壞 alar 嚇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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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高了 好 好 他大概知道了 来 奥迪 奥迪 手表要不要拔一下 从刚刚到现在一直一笔不发 在斜吗 八只脚的吗 干嘛蜘蛛啊 八只脚 哎 他长得好像你 不容易耶 可以买这么多道具啊 不会呼吸 我刚刚摸到鼻孔 会咬人 哪一种活的东西不会呼吸你告诉我 毛毛的 可是他不要咬住他死不会放到 除非到打脸才会放 好 该吗 好 安迪哥是什么都不怕的 我怕啊 怎么不怕 不知道才会怕啊 安迪哥 他一直躲我干什么啦 他一直躲我干什么啦 偷偷是你啊 很难摸耶 很难摸耶 我现在是在摸他是公的还是母的 不是 瞄不起哦 你干脆就把他的血型跟星座摸出来好了 好不好 好 来 告诉我们答案是什么 应该是小狗吧 小狗 你的答案是狐狸 狐狸 这是小羊 沉默的羔羊 What's the answer 羊蟑螂 为什么羊蟑螂 羊蟑螂 他有声音 羊叫有声音 好 给大家看一下 来 这么小的羊 小羔羊 小羔羊 真的是羊啊 为什么不是白色的 好像骆驼 这是山羊 这个叫做黑度绵羊 让它出来嘛 采于东飞 哦 可爱可爱 这可爱可爱 这可爱吧 可爱可爱 这个羊最 怎么会这个颜色 咪咪 咪咪咪 你看是不是很微醺呢 他会怕 我们掌声鼓励鼓励 这一只羊好不好 好帅啊 让他也感受一下 好帅 谢谢 今天呢 我们可爱相对到这里 高一个段落 接下来进行我们的 嘉评计划 欢迎再来收看我们精彩的家庭计划 这会儿我们家庭计划 不是董幸福是有够顺要出来 今天是有够顺啊 有够顺 这会儿带我们去哪里呢 高速公路很长 一路在睡 睡到一半醒过来 他们说到了 好像在那个 杨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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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现在中间发生了一段插曲啊 因为他们家外面放了一个牌子啊 我还以为 来到了李一岛啊 那这样子我们赶快 赶快看一下 黄江演的家庭 来 来 家庭计划 我们派出的是 幸福特派员 许来顺 他好像在找这个 今天的主角家庭 好 找到了 到底在哪里呢 什么是牙科 原来是由于今天 许来顺的牙齐有点不太舒服 一直看完了牙头 马上就出发 去找今天的主角家庭 也就是 黄先生的家里 马上我们就要一起来拜访 黄嘉义家人 哎呀 这可是黄先生啊 哎呀 你好 你好 黄太太吗 你好 你好 是是是 这是大姐吗 这是大哥吗 是是是 你好 你好 这是我们的小弟 这个黄嘉乃 这是阵容整齐啊 现在呢 麻烦各位呢 向右看 去 向前看 报数 一 二 三 三 好 这是分别是我们黄嘉的五位成员 不过呢 今天呢 要通过先 第一关呢 这个考验呢 这才能进入我们真正的主题 现在我先做一个动作 大家呢 一样话无如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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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带你抬抬手 带你放烟火 带你伺手 带你削苹果 大家手牵手 一起去六国 敬斗 好 是是是 很少看到一家人 能够同时投降的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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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杯 开始 再一次 再一次示范 大家要看好 记在脑海里面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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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带你拍拍手 带你放烟火 带你束束口 带你削苹果 大家手牵手 一起去六国 敬斗 看得太好 好 预备 去 来 来 来 带你拍拍手 带你放烟火 带你束束口 带你削苹果 大家手牵手 一起去六国 敬斗 看得太好 一家人被许来顺出操了之后 当然就要来选奖品 首先我们看到的是 黄先生也就是爸爸 爸爸的梦想是冷气机一台 价值是两万元 接着轮到了 非常非常有福气的妈妈 她要的是高级沙发一组 价值是三万五千元 再来轮到的是 哎呦 您瞧着俄罗多斯吧 多美啊 她的大女儿要的是什么奖品呢 要的是50cc摩托车一台 价值是三万三千元 接下来轮到的是 斯文帅气 戴着眼镜 成绩看起来就很好的 大儿子 大儿子的梦想是高级CD影响 价值是一万元 最后轮到了 哎呦 您看这奖杯够大了吧 常得优胜的小儿子 她要的是棒球手套一组 价值是两千元 现在呢 家里的每一位成员呢 已经选择好自己想要的礼物了 那现在呢 现实已经出来了 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 她也没有白牛的血汗 所以来看看我们的题目 哎 不过我们看题目之前呢 看看我们今天这边有五个题目 五分钟内爬15层楼梯 连续踢箭子两分钟 熟悉英文单字两千个 好 爸爸如果有选到这一题 可能将来你们英文程度会很好 首读唐诗三百首 五言律师五十首 连续跳绳三百下 我们希望爸爸选择哪一个比较好 要 跳绳 现在我们还是要来看看 南京的运气到底怎么样 来 黄爸爸你选一个号码 阿哈 好的 现在我们要来看看 从二号开始攀爬了 来 東东东东东东 讲 掌 收读唐诗三百首 五言律师五十首 本周人午餐宋时间者需 收备唐诗三百首中 五言律师五十首特训时间一星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小时候是不是有一个外号叫长颈鹿 好没有 来 这一首叫春旺 大家都很熟悉的 希望它不要变成吴旺 国破山河寨 国破山河寨 草木 草木皆兵 草木皆兵下 成圈草木生 不过了 我们再来一首 第二首呢 新年座 因为现在靠新年也很近了 来 湘心心碎切 天半独山然 大姐就看您穿的制服已经蛮厉害了 那这一题我就来考考你 这一首是月夜 今夜福周月 龟中草木生 龟中草木生 你的房间里面像森林一样吗 龟中草木生 龟中只读看 好 没有关系 再问一个 姚林小儿女 下一句 这一句 好 没有关系 弟弟看得出来了 在旁边很有自信的 来 弟弟讲一下 姚林小儿女 太简单 答不想答 正因为 题目太简单 答都不想答 我看你是在呼隆我 好 这个全家人呢 算是呢 这个枪口一致对外呢 相信他们会有很好的成绩 来 太短困了 心意的唐诗三百首 这里面呢 拥有我们所有的题目 题目就在书本中 希望呢 我们把这个V8呢 留下最珍贵的画面 希望大家会成功 我先走了 拜拜 马上我们请到黄江源 剪家福 来 剪家福 来 剪家福 你好 幸福的家庭 你们好 你们好啊 我们天天都靠小董的 那我们今天干嘛 我们访问贼 不是 那个小朋友 怎么突然间跑掉了 所以我个人的亲和力 以及魅力在此刻 就完全展露出来 大家都觉得那边 有一点垃圾桶的感觉 是是是 黄先生 你好 你是从事什么行业 驾驶行业 驾驶行业 驾驶的 司机的行业 司机啊 司机啊 董夜发来了 我这样老大了 是是 这位您太太是客家人吗 好像是 是中立 全家都是啊 中立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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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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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概是土鸡比较大吧 土鸡啊 真的讲话一模一样 这位黄江言先生一定常吃土鸡 家里有一点 入放再举啊 什么话 你们结婚多少年 结婚多少年 20年了 20年了 结婚20年 大女儿几岁了 这个是麦克风不是甘蔗 回讲 你结婚 你结婚了 19 几岁了 19岁 都没浪费时间 结婚第二年就生了 光阴四见 这么快就19岁了 好高啊 个头好高啊 像爸爸嘛 妈妈从事什么行业呢 上班 那只是甘蔗 那公司做 神仙公司 公司上班就对 公司的职员 先生 你跟你先生怎么认识呢 人家介绍的 人家介绍的 对 一下子看上眼了 害眼 李先生这几年对你好不好 很好 恩爱 你太太呢 不错啦 不错啦 这个眼神里面她有哀怨 是 你要追根究底啊 眼光含着泪水 这一辈子最悔恨的这件事 你罵你罵 不会啦 没有啦 我们访问他们子女好了 幸福的家庭 子女很重要 二哥啦 你几岁啊 十六 十六 十九十六 你一定十三啊 嘿 嘿 嘿 你跟他跟他不是 不是同一个会儿 这个小孩很吃臭 不是 我只要问他什么题目啊 那个太简单了 不想回答 对 他刚刚他讲的嘛 太简单了 我不想回答 太矣了 有没有看我们节目啊 有 有啊 你在学校讲客家话 还有讲国语 嗯 都有 都有啊 他们这闽来语也讲得很好 他说台语啊 会 哦 所以我给扁所来一下 借疑不如说话 不要啊 我说你们打招牌 十三十六十九十九 三年隔一次 逢三毕生啊 是有家庭计划吗 做生意嘛 做生意 做生意啊 比较忙一点 凑巧啦 凑巧 刚好三年三年生意 是 爸爸妈妈辛苦小儿子啊 辛苦 辛苦 辛苦啊 那你怎么以后孝顺爸爸妈妈呢 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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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指导他们啊 暂时还没有想出来 暂时 年纪还小 小孩子不能学坏 知道吗 嗯 知道 你会不会学坏 不会 抽烟吗 不抽 喝酒 不喝 打针 不打 生病还是要去打针啊 生病不打针你要干嘛 吃药 吃药 那我刚才你问你吃药 你说没有 哈哈哈 他是说不吃毒药 小朋友很好 这样将来必成大器 反应很好 是我们讲话怎么通编这样 这样才有亲切感 亲切人 那我们再一次 你分不二哥好了 这个阿哥啊 阿哥啊 阿哥这个 有没有交女朋友 没有 你骗轮 你骗轮 就是小弟说才怪 才怪 那我们开始讲 有几个女朋友 算不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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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啊 看你的样子 看你的样子 跟爸爸比起来差很多 因为粉帅嘛 粉帅 你没有吃土鸡哦 好 是不是 这个问题会不会太难啊 五言律虚 对 对 有一点 有一点吗 我们看看黄先生家里的一周大事 这个一周大事 七天 七天前 就是现在到底在做什么 到底有没有在吃土鸡 好 我们来看看 一周大事 马上来 先来看看黄家的一周大事 当然按照惯例 首先我们先来看看当天的晚上 当天的晚上 爸爸练习的情况到底如何呢 在许来顺离开家中之后 爸爸从八点二十五分开始 就把五言律师五十手 全部抄写一遍 抄到了快到十二点 哎呀 抄了四五个小时 爸爸的手势相当相当的酸 不过呢 爸爸抄写的速度 还有还是蛮快的 从爸爸抄写完毕之后 就立刻戴起了眼镜 马上开始背诵这五十手 五言律师 这位黄先生之前的教育程度 并不是很好 因此这个问题 对黄先生来讲 的确是非常非常的困难 而且黄先生又有老花眼 因此在背诵了一个小时之后 眼睛显得相当的疲劳 不过 爸爸并不放弃 尽管任务再困难 爸爸还是很认真 很努力地继续背诵 就这样 爸爸到了第二天 第二天的时候 全家人帮爸爸一起验收 新叶福州月 生日的文化 图中 五 五 四早围风暗 风风一只眼 不错 独有患游人 已经离别义 他乡父心 一 为首一日呀 二 在爸爸每一题都答错之后 全家人显得相当的沮丧 因此妈妈想到了一个办法 在换题成功之后爸爸显得相当的苦恼 可是女儿也帮他想了一个办法 喂 红白胜利吗 我这边是黄家园的家庭 如果有什么办法可以帮我贝贝 由于大女儿向制作单位求救 因此我们也找了一个专家来帮忙 究竟这位专家是何方神圣 广告照 请继续收看红白胜利家庭计划 我这边是黄家园的家庭 如果有什么办法可以帮我贝贝 由于大女儿向制作单位求救 因此我们也找了一个专家来帮忙 谢谢 爱得不利 白日一山季 黄鹤入海之流 一球千里步 跟上一层楼 我们白胜利跟上一层楼 我看到你好 你好 你们要练唐诗 这个幸不幸福 你好 你好 这女儿 还有这个儿子 你们家是十十四家 练唐诗 唐诗好好练 太难了 对不起 竟然人家都学电脑随学唐诗 对啊 但是唐诗要变成健康操 来看 双手这样 我们都健康的家庭里面 用唐诗作带动健康操 一拜计 白日一山季 你看看双臂的黄鹤入海流 有没有 好 终于一拜计 终于一拜计 欲求千里步 有没有 然后更上一层楼 为什么要拍手 因为人很高兴快乐 我们家庭里面看着红白胜利 很高兴快乐就会拍手了 对不对 好 我们终于一拜计 白日一山季 黄鹤入海流 欲求千里步 更上一层楼 在那一层吧 怎么样 怎么样 有问题 这首不是五言律师啊 哦 不是五言律师啊 哦 你现在出乎那首拍不上菜 拍不上用场的那种 五言律师 哎 对不起 我也不会 哎呀 好丢脸啊 哦 那怎么办啊 那怎么办啊 嗨 白日一山季 黄鹤入海流 欲求千里步 也 更上一层楼 嘿嘿 你我大五 更上一层楼 哇 我也会一点啊 郭霍山河在 纯纯草木森 赶丝花剑类 厚别了几心 风火连山月 金苏底万斤 白头少更短 闻玉不胜真 哎 我们头头预备去 郭霍山河在 纯纯草木森 赶丝花剑类 恨别了几心 风火连山叶 加苏底万斤 白头少更短 穿真 穿真 圣子 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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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圣子 爸爸又打电话给戴老师求援 戴老师 妈 你能问妈 再教我一次啊 那个 圣律师啊 可以哦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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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君不见 黄河 这是从天上来的 圣子 到来 圣子 哎 真是aysay 六条... 好 开始 这就是真的啦 细草erem峰暗 围墙独叶咒 只有胀吗 对不对 好 新垂贫叶 新垂 新垂贫叶 窩叶 怨涌 代老師終於交對了一首五顏律師 不過時間也差不多,代老師也開始了 因此,馬上來到了第四篇 在第四篇的時候,爸爸使用了一種方法 叫情境練習法 首先,爸爸看到國會議員打架,表示國家的動亂 另外還有幾個爆炸的場面,表示戰亂已經開始 看到這樣的畫面,爸爸有什麼感想呢? 有什麼詩啊? 國破三何在,全村草木生,乾絲花劍類,更別兩星星 哇,好棒,好棒喔! 來,歡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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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謝謝 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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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木人,記基屬,要我。字天佳 綠術,吃便,吃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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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餐,煙腸,吃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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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結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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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考。不在四季很晚 我的爸爸使用了情境練習法之後 來到了第一天,全家人對他使用了一種方法 他叫殘酷抽備法 等一下 答對再如何 等一下 刻入金山外 五 四 三 二 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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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 還是不如他 上廁所 這麼難給 廁所之前先來一提 聞到黃龍樹 今天不結別 錯 錯 錯了 錯了 又不能上廁所了 對啊 回去吧 再一提 再一提 還來 海上生靈樂 天涯公辭師 好 答對 答對 先生請進 好 好好好 測個煙啊 等一下 先問一提再說 好 夫婦何謂著稀稀 一代就 好 地遊走 十一 這 這 上火 上火 好 我來 什麼不好抽抽的 幹嘛 再來一提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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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雀 腐三情 風煙萬五釘 好 月君離別意 天涯共慈吃 什麼天涯共慈吃 不要來去 洗個洗個洗個 洗個洗個 好快 的確 抽菸不只對健康有害 對記憶 好像也沒有什麼 太大的幫助 接著 我們就快來看看 驗修的前一天 爸爸是因為 開大卡車的日記 上班時間是晚上十二點 到第二天早上 很辛苦 八天回到家 剩別幾個小時 在車上 爸爸也是很用力的在背 很努力的在背 七天以來 很辛苦 我能夠感受到爸爸的 的努力啊 這沒有得獎的話 沒有關係 爸爸加油 爸爸 這個禮拜 我看你真的很幸福 或許 年紀有點不同吧 你的記憶力有點衰退 不過我真的很希望 你這次能夠過關 加油 爸爸 你做的實在太好了 好到零公司欠你的薪水 都不大得追究 不過人有太失望太好的話 你會跟人家欺負的 還有 這次的紅白神力家庭計劃 被五十手師 我知道 你一定不會成功 所以呢 我也不擔心 就算你沒有拿到我那台電動 我會更要 希望能買給我 還有 在這裡 叫爸爸加油 這幾年 是不是太幸福了 我真的 開大卡車 我也知道 開到會了 這種 往台北 往高雄這樣 每天這樣跑 每天這樣跑 可是我真的 不知道要說什麼 乾淨的話 我知道你也每禮拜天 那些休假的事件 拼命最後的賺錢 要不然 讓我這個家 我也知道了 你都是跑晚上的 連我們碰面的時間都很少 好 爸爸 我希望你 抽空一點時間來吧 陪陪我 陪陪小孩子 爸爸 我愛你 希望你 別這麼老累 黃爸爸祝你成功 咱們中國人最秀以其詞的 我愛你 這三個字 幾乎很少人會開 這個 陳小姐應該是黃媽媽 先生為家庭付出 這句話 應該要常常掛在嘴邊 與其黃先生 忠厚老實 常常開著大貨車 大卡車 對 常見的在高速公路奔波 的確很辛苦 尤其體地要很專注 媽媽還有什麼話 媽媽要跟爸爸說沒有 爸爸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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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你多幸福 這一輩子辛苦 終於也值得 這個子女也非常懂事 連你最小的兒子都 雖然講話那麼賤 可是他其實也滿懂事 但是還滿貼心的 對啊 這個小兒子最多就是他 最多心的 跟爸爸最好大概就是小兒子了 對不對 對 眼眶也有淚水 但是捨不得流出來 不是,他剛剛打哈欠 等著看獎品 你還多賤 你看看 這個不是什麼 我們把他趕出去 明天你都牙齒痛 我跟你講 阿哥呢,阿哥要不要講幾句話 不用 不用啦 他還滿感動的 沒什麼感情就對了 他剛剛看完一半 他整個眼淚已經有一個絕題了 倒是在姐姐 他是剛才第一位領衛生紙的人 爸爸開車真的很辛苦 辛苦不要光放在心裡 要講出來 講出來 對不對 難過 為什麼特別難過 媽媽講一下 為什麼阿哥特別難過呢 兩位感情好 父子的感情特別好 跟阿哥啊 嗯 不是跟小兒子最好嗎 大兒子最好 為什麼他會特別難過 為什麼 他比較內向一點 內向一點 內向一點 爸爸其實剛出來就一直想要哭 想要哭 你看現在終於 感動 不是啦 緊張有關係 緊張會哭 你緊張會哭 是不是 不是 照理應該是女兒容易哭 女兒 聊什麼話 要跟爸爸講 下午已經哭過了 來 來快 爸爸加油 加油 爸爸一定會成功的 我想我們這個單元 讓很多人 把放在心裡面幾十年那個話 有機會讓他們講出來 而且是很正面的機會 慈父岩母 中國人傳統家庭都是這樣 大家都不敢 然後父母親也很少在子女面前 表現相親相愛的畫面 是 總是不好意思 其實這個沒有關係 讓子女分享到父母親的恩愛 子女也不要吝嗇跟爸爸媽媽說我愛你 當然父母親也不要吝嗇跟子女說我愛你 是啊 其實把這三個字長掛嘴 家裡就融洽了 記得有一天我們做一個家庭 常常出門就掛一個招牌都念 表現一下會有很棒的事情發生在我身上 對啊 這個發揚光大 每個家庭都融洽在一起 對不對 同學也哭了一大堆人 真的 多少人在用衛生紙 領衛生紙有二十幾個人 那個感冒醒鼻涕衛生紙不要亂丟 那個演得太爛了 來 我們來檢驗獎品一下 來 請後退 來 驗收一下 獎品 歡迎獎品 歡迎獎品 這套沙發是你們全家要用的 對不對 這是誰的獎品 這是媽媽的 媽媽選的 手套是 這個小弟的 小弟的 小弟的 摩托車是 姐姐的 你要摩托車幹嘛 飆車 來 騎啊 可以飆車 騎機車請的請戴 安全帽 好 好 您是上課可以 現在十九歲可以騎的 有駕照嗎 可以取考了 可以取考了 還沒考啊 滿十八歲 影響誰的 哥哥的 哥哥的 冷氣爸爸的 冷氣的 好 全新的各位檢驗一下 小弟多急你看看 關你什麼事 你這個放的時候還是最平的 喂 還沒過關 還沒過關 你在冷錢摩你急成這樣子 那兩萬塊都不急著你 可怕我們這個單元 要請守衛到旁邊來了 好 獎品都檢驗完畢了 好 爸爸請到這裡來 來 我們啦啦隊請就位 五元律師 請到前面 待會呢 我們時間一到五四三一響的時候呢 電視牆就出現題目 您對著電視牆開始回答 他的題目出來你就講答案 媒體不能超過五秒鐘 是 我們會倒數的 來 全部給他加油了 請 開始 來 曉董請念 第一題 曉董 曉董 來 請回答 清泉時尚流 清泉時尚流 標準答案 來 掌聲鼓勵鼓勵 來 第二題 請 流水如有益 提題 明月松間照 來 請回答 清泉時尚流 清泉時尚流 好 標準答案 來 掌聲鼓勵鼓勵 來 第二題 流水如有益 木琴相以還 鼓勵鼓勵 很厲害 正確的 白雲回望河 親愛入看舞 好 鼓勵鼓勵 我們開始時間來 好 好 第四題 自顧無常測 空之返舊鈴 讓我們看是不是正確 來 空之返舊鈴 好 第五題 古木無人靜 深山何處中 厲害喔 第六題 山中一葉雨 數秒伯仲前 看是不是正確答案 數秒伯仲前 厲害喔 第七題 江流天地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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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給你提四 山中有無色 山中有什麼 有無什麼 山中有無中 山色有... 山色有無中 好,這題我們也算送給你了 好 第八題 不要緊張 信來美獨王 信來美獨王 五 四 四 三 二 盛世獨自之 盛世什麼自之 盛世... 盛世空自之 確定嗎 盛世空自之 你是幫我們下一聲的 你看 第九題 契征雲、孟澤 五 四 三 二 契征雲、孟澤 這是孟浩然的作品 旺宜君 望洞庭湖曾張丞相 作者是孟浩然 好,猜不出來了 好,我們公布答案給大家看一下 波浩 波浩 岳陽成 來,咕哩咕哩 來,有比較難 大概第九關就... 國家的五言律師都要來講 實在講不出來 是是 全集已經過了一半了 已經過了一半了 還不錯了 有20題,有過了8題了 沙發也糟糕了 音響也掛了 來,我們先歡送一下蔣餅好不好 來,請到這裡 好 來,請開門 來,蔣餅 謝謝 大家說聲再見 拜拜 好,家庭計畫 我們謝謝黃江源全家福 謝謝 謝謝 無論酸甜苦辣 喜怒歪樂 都是我的成長 今天算是我們觀眾朋友有福氣了 邀請到這位特別來賓 可以說是一位重量計的人物 尤其是我們雖然年輕朋友 在他出道的時候 你們都還沒出生 可是 今天來到我們現場 是世青廣電電視科 是 這位是你們的學姊 民國56年 就在那邊念書 怪怪 56年還沒生出來 今天在座同學56年 他們父母親搞不好 都還在談戀愛 是 提到這位你們的學姊 那豐功偉業 不計其數 是 同時呢,可以在一夜之間賺幾千萬 可以是可以在一夜之間也負債幾千萬 是一位風雲人物 在演藝圈來講 他事業呢 可以說是呼風喚雨 但是也是大起大落 是 他的人生起伏看為傳奇 對 尤其他有一個外號叫做 男人的磁場 只要是呢 這個歌唱得好的 細皮嫩肉的 是 長得帥的 幾乎沒有桃瓜的手掌心 方圓五百里不留活口 哎呀 所以贏得了大白沙的這個 是 所以現場今天觀眾朋友 我們年紀長輩的呢 對他呢 可以說寮若執掌 年紀輕的朋友 可以拿他引以借鏡 尤其我記得以前那時候 最轟動一時啊 國內社會的一個檔案啊 就是 木瓜秀 那也是由他開創這個風氣 轟動一時啊 加轟動 在演藝圈來講呢 我們是大家學習的一個對象 學習他失敗的經驗 千萬不要再重刀覆徹 對我們在這國的市場當中 就是將呢 很多的經驗的傳承 給我們年輕的這些朋友們 對 那今天我們以熱烈的掌聲 來歡迎這位 演藝界的可以說 天后級的人物 大階級的人物 哎呀 我在我一生當中 我們演藝界主持人 最崇拜的這一位啊 是 一起來歡迎大白沙 陳金沛 你好 謝謝 來我們先請坐好了 來我們來談談 小時候的陳金沛 陳金沛呢 出生於這個書香門弟 父親飽讀詩書 是 母親是女青年工作大隊的一位隊員 尤其擅長精細 從小呢 金沛呢就耳濡目染 所以口齒相當的清晰伶俐 是 強烈的表演運 是 陳金沛呢從小就很聰明 而且個性非常倔強 跟父母常常吵架 而且還留遺書 遺家出走的 唉唷 對啊 劉遺書就會這樣子啊 劉遺書還門縫裡看 爸爸媽媽一看遺書就著急 他爽得不得了 小孩怎麼多壞 真壞啊你看 從小就叛逆啊 喜歡製造一點緊張氣氛 讓家裡 因為我的這個 一些動作 而對我這個擔憂 小時候就有這麼聰明啊 但是他有雙胞胎的姐妹 所以接下來我們要看看 他那個雙胞胎 大家看看 有像不像 像不像 陳金沛小時候 生在台北的新店 他有一個雙胞胎的妹妹 兩人感情非常的好 身為姊姊的陳金沛 經常為妹妹打抱不平 我們奶奶沒有來嗎 沒有耶 好奇怪喔 他買個裝飾 我們買個裝飾 各位同學大家早 老師早 很好 很好 大家很有精神啊 我們要開始早自習啊 爸爸 陳金沛啊 都已經七點半了 你怎麼到現在才來上課啊 你知不知道你已經是遲到了 那你就不用來參加早自習了 你到後面拔菜去 等一下 老師 陳金沛啊 你又有什麼問題啊 老師 我妹妹她並沒有遲到啊 您看 牆上的鐘才五點鐘 陳金沛啊 全班的同學都知道這個鐘啊 從上個禮拜就壞了 她從上個禮拜就在五點多的位子 你怎麼那麼強姿佛理啊 可是 這鐘明明才五點鐘啊 我們在這間教室上課 就會讓你這邊的鐘為準 姐姐 不要再說了嘛 遲到本來就算要罰站了 你不要靈活了啦 是啊 你看你妹妹她多懂事啊 她知道她遲到 她遲到就應該接受處罰 全班的同學都到了 她沒有到她就是遲到 對不對 可是全班的同學都到了 就表示他們太早來了 哪有人五點鐘來上學的 好 好 好 陳明沛 那你不用罰站了 你回座位坐好去 老師 你這樣做才對嘛 明天剛開始就這樣 不就好了嗎 做得不錯啊 你給我站起來 陳金沛 我是說呢 我不處罰你妹妹陳明沛啦 可是我沒有說你可以坐下 你給我到後面罰站 老師 你真的要我罰站嗎 哦 你看看 我像是在跟你開玩笑的樣子嘛 啊 老師再見 各位同學再見 拜拜 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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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沛 各位同學 我們現在繼續去我們的早期 各位同學 我們現在來發這一次國語樂考卷 念到名詞就到老師這邊來領啊 蕭桂倫 九十九分 好的很好啊 陳金沛九十分 陳明沛六十五分 陳明沛六十五分 等一等陳明沛 老師是不是有說過呀 老師是不是有說過呀 我們這次的及格標準是八十分哦 您是考到六十五來 手針出來 邊下流人 陳明沛 陳明沛 你到底又有什麼問題啊 方高老師 我覺得您不應該再打人了 這樣應該多接一點音樂的造福祖孫啊 我知道哦 真謝謝你的提醒哦 別太虎眼 不是上次 不是造反 不是老師 我覺得我妹妹考六十五分 已經考很高分了 我覺得 她真的已經盡很大的力量在讀書了 不要再說了 考不好 反正就應該被打了 放心 姐姐不會讓你被打的 陳金沛啊 你妹妹她是自己讀不好啊 你還在這邊看護她 你知不知道全班同學 每一個人都考多少分 都考九十幾分 你妹妹考六十五分呢 該不該打 老師 可是全班同學都考九十幾分 我妹妹考六十五分 那表示全班同學都考太高分了 也不會我妹妹也考不超分 好 老師告訴你 老師今天受過你的懷疑 你把手伸出來 老師一起打 等一下 老師 那你只要打我一個人 不要打我妹妹 好 老師今天就成全你 陳金沛 回座位上坐好 陳金沛 你喜歡打是不是 來 把你的手伸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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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把手伸出來 等一下 老師 老師 你是不是還有一個打第二次 對啊 老師今天 一共要打你十下 小瘦的陳金沛就是這樣 口才犀利 直來直往 不管事情對錯 只要是妹妹被欺負 她就會替妹妹挺身而出 一無反顧 莫述 你不可以 看到沒有 陳金沛小時候就很聰明 但講到親情都很難 都會維護到自己的家人 這就是陳靜佩的個性 其實這個我當時講的時候 這個劇情我剛看了一下 她其實還把我講的只是拜拜 其實當時真正的是 我把鞭子拿下來丟到地上長 你怎麼壞 這個很叛逆喔 那我們今天要把她雙胞胎的妹妹介紹出來 也讓大家看看她量 雙胞胎應該就長得一模一樣 才叫雙胞胎 我一定要講 因為在她亮相之前 我很怕她的光芒會把我蓋住 其實製作單位說要求她來的時候 我是一直很排斥 我了解 我讓她站一下就趕著出去 因為我們跟一般雙胞胎不一樣 因為我媽媽是破腹生產 那麼可能我們的 我們以中國八字來講 剛好時程是跳一個時程 我是中午的 比如說12 我跟她差50分鐘 她剛好是隔一個時程 所以那個卵子 可能不是在一個卵裡面 是不像現在一般的雙胞胎 什麼張孝言 張孝慈 李智希 李智希 宋一鳴 宋達鳴 完全不一樣 所以說極端的不同 極端的不同 所以我會在她亮相之前 我先告訴大家 其實各有千秋 是 但是 我想觀眾的眼睛是血亮的 血亮的 我們先把妹妹出來 陳明肺 來 王高超 陳敬佩的雙胞胎妹妹 首度曝光 在她亮相之前我先告訴大家 其實各有千秋 是是是 但是 我想觀眾的眼睛是血亮的 血亮的 我們先把妹妹出來 陳明肺 來 掌聲歡迎陳明肺小姐 來 掌聲歡迎陳明肺小姐 你 說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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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 你 你 他就說 你不怕我 我就是不怕你 然後大家眾目睽睽之下就把書包飛走了 後來老師就說 我們現在要選下一任的班長 那麼同學開始投票 誰是全班最兇的 我們就要請他當班長 全班一起 一致 就好像剛才你們在 觀眾朋友們一樣 陳金沛 一次通過 這根本不是選班長 跟選典獄長一樣 他就選一些 我們所謂的緋聞 就是很多名人來追你 很多演藝圈的 講到這裡那多了 我們先看高麟鋒怎麼說他 他看到高麟鋒多親切 高麟鋒看到他眼睛 原來高大哥跟我們佩傑也是 算是這個姐妹 苦情姐妹花了 好假的 來不跟高麟鋒拿去 他的男朋友 我都認識 他的男朋友多半呢 他喜歡的男朋友就是屬於 智慧型的 甚至於那個所謂智慧型就是說 談事情的時候能夠壓住他 他也喜歡鬥鬥小男生 像我當初好像好像有被鬥到吧 比較熟悅的常常在一起 就算男朋友 那我也算 那這樣他是很廣 那就很廣吧 很廣 他有被我逗過 我想想看 因為我太多都不記得 有一天 高麟鋒有有有 那你在新加坡也辦了那麼多機場秀 很多練景都在新加坡產生 應該妹妹很清楚 那一段就是我妹妹跟我 妹妹來講哪個是真的 姐姐講話都不實在 到底哪個是真哪個是假 我們這邊有從成千上萬個名單當中 挑出幾個代表座 楊帆啊 費玉欽啊 胡瓜 我沒去過其他 胡瓜的好朋友啊 紅蓉蓉啊 那是胡瓜不紅 紅的話也許 蠻糟糕的 比農家還不足 唷 你誒 養糟糕的 養糟糕 其實我覺得這方面我要替我姐澄清一下 外面的一些人家的謠言啊媒體的這個渲染 但是我姐者是 這個所謂她的戀愛的感覺 她要心裡 这个成分应该是占百分之九十 精神上的 我觉得高临峰讲的那句话最对 能压住他的人他才会信 而且是智慧型的 听他的 那只是他可能对你好 听他的人很惨 发胃 那你听他的很惨 胃同嚼辣 对 你再帅都一样 你说李察基尔或者是 Tom Cruise 对他这样 李察基尔我就要 Robbery 不过今天我们来讲 男人一直都是曾经被心里的痛 就是一定的 因为曾经还是有感情的 尤其在第一任丈夫 火树 第一任丈夫 就那一任 几岁的结婚 二十八吧 二十八岁 那为什么结婚呢 妹妹来讲一下 他的第一任婚姻 我最记得我们全家人 都没有人拒绝来参加这个婚礼 没有来 我爸又来了 爸爸来了 帮我证婚的就是 这次陈静兴进去的叶耀蓬 叶耀蓬证婚了 是吗 监察委员 那么早期 那个时候是因为 那个无姓男友 跟后来一个 陈静兴的一个 一个作曲的歌星 陈彼得啦 还是刚才讲白了 陈彼得 赶死了 大家那个表情干什么 你干什么 这样子 陈彼得 信我在想 陈彼得嘛 还信成了很多嘛 那那个时候 他们两个就还为我谈判 就是 只是没有插说 二雄夺美的那种 武打场面 对对对 那当时我就觉得 陈彼得是很feeling 又弹个吉他啦 做个曲啦 那我觉得好像很有灵性 那吴先生呢 虽然好 就觉得已经 好像很腻的 好像觉得没什么刺激了 所以在那种很 很复杂的情绪下 我就到了高雄 那就遇到了那个 那个结婚的先生 是啊 好像发福也是从 那个时候开始 哦 因为爱情就是疯狂的 打开冰箱就吃了 有这种呢 就是 慢慢了 生气啊 又怨恨 要有厌实证 那种叫暴实证 对对对 就这样子的呢 因为呢 他以为结婚之后 可以找个避风港 避风港 长期犯票 附债三千万 是不是他做生意失败 基本上也不是完全是他了 那他也给我带来一些 不好的case 那我自己又心大 那都赚钱容易嘛 就投资嘛 可是那时候票据法 那个时候是票据法 对 那家人怎么样给你 票据法其实没有通缉 票据法那个时候是因为 台湾的法律就是说 你支票如果退票 的话要交罚金 不交的话就这样 那并不算 这个应该妹妹来讲 你都是嘴巴引来 妹妹来说 妈妈妈怎么担心 我是觉得很奇怪 除了我父母担心之外 我是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 我的感觉就是 我姐姐是一个 很会赚钱的人 好像钱对他 这个好像嘴巴张开 就有很多的钱 为什么他来的时候 跟我讲 他没有钱 下飞机跟我讲 要跟我借五千块 我说五千块 对他来讲 好像那个 根本就是一个零头的数字 我说你钱怎么 我也不知道 反正就是这样 你借我钱 你不要问这么多了 后来他就 在新加坡的这个 有一个歌厅的老板 就请他 他在短短的几个月就赚 先赚了十几万 是他的酬劳 他就拿这个酬劳 马上就要准备做 十几万的生意 他下飞机实际是负债 因为他还跟我借钱 所以他真的是传奇人物 他到一个地方 陌生的环境 他可以马上赚 十几万新加坡币 然后再来投资 十几万的生意 这个你应该真是很 这个胆子很大 把你放到新加坡 你要赚十万都很难 对呀 我真的很传奇 我妹妹知道 我妹妹还来后台看我的时候 那个老板还说 要她拿pass 帮她进来 半年后 那歌厅我买下来 那个时候我去后台看她 后台人不认识我 不让我进去 哇很生气 谁不让你进来 明天你姐姐买下来 让你进来 不到 像两个月后 把歌厅买下来 然后说 你就坐了办公处的最大的位置 她有那种 很可怕的那种 她的企图心 这个野心是很大的 我们来看看这一段 在新加坡的演义来看一下 民国去首演员 陈京佩因为债务问题 而必居新加坡 此时的陈京佩 早已负债累累 身无分文 浩强的陈京佩 却决定东山再起 打算在新加坡 重振她的演艺事业 来 老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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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坐吧 坐吧 谢谢 谢谢 来 老板 请坐 好 好 我还是坐这儿说好 怎么 陈京佩 你上次不跟我反映说 你来到新加坡之后 因为主持啦 唱歌啦 表演的费用太低了 但是我要跟你讲 我们现在的全新加坡的歌厅 都不是这么景气 我真的算不错了 你到别家去 恐怕还没有这个行情 所以啊 老板 我就有一点小小的想法 这个嘛 你下一场的秀啊 就由我来负责嘛 你出歌厅 我找明星来表演 然后利润一人一半 五五分账 你觉得怎么样啊 不不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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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别提什么财不财账啊 这 你想要包正秀来做 明星你找 那你要找谁来做呢 谁有票房呢 这个嘛 我决定哦 找那台湾的小冰冰 来登台演出 你觉得怎么样 不 哎 陈金沛啊 你们搞错啊 一个不到六岁的小孩 他怎么能登台做秀呢 就算做秀 这个秀有人会看吗 是不是 老板 这你就不了解了啊 那个小冰冰的 欣欣之我欣 在新加坡可是很红耶 他决定可以卖座 你相信我啦 不不不 以我开歌厅啊 开了这么多年啊 我的经验告诉我就是说 戏归戏 这做秀归做秀 这人不一样的 这小冰冰登台啊 我保证不会有人看的啦 不可能啦 哎呀 你相信我嘛 信我一次 那 你觉得可以是不是 那好 那干脆 我把歌厅呢 给你包 好不好 你就把租金一次付给我 也不要提什么猜不猜账了 好不好 就这样你考虑一下 这样子啊 好 那我们一言为定 于是陈金沛就这样包下了 他在新加坡的第一场秀 没有想到 没有人看好的小冰冰 却在当地造成了场场爆满 让所有人都跌破了眼镜 老板 你又回来吧 这 是你我眼光独到吗 我没想到 我怎么会看走眼 小冰冰这一档怎么这么受欢迎呢 老板 我想趁胜追击 下一档就 我再来包 这档要找谁啊 我想找余天 跟张帝同时登台 那有的赔了 这一次啊 你就错了 这两个人我都跟他们合作过 他们来新加坡作秀的时候呢 这个余天张帝啊 都没有超过三成 这一次你可要赔了 这档你要赔了啊 哎呀那是因为你没有同时找他们一起登台啊 就是他们没有一起登台过 这更危险了 这谁有把握啊 再说就算一个有三成好了 三成三成两个加钱 也不过六成啊 陈金沛啊 做都做不满 你还是要赔的 我跟你讲 老板 既然你那么没把握 那我们跟上次一样如何 好啊 我出歌厅 你找明星 你付租金 好吧 好 老规矩 陪了不要提醒我 我没有 先跟你说啊 好 我们就一言为定 于是陈金沛就这样包下了他在新加坡的第二场秀 没想到余天加张帝的组合 却是造成了歌厅座无虚席 人满为患 场场轰动 可能 于天跟张帝怎么突然变这么红呢 而且场场爆满 这是莫名其妙了 这 听什么音乐啊 下一档我们找 李茂山跟李树龙来 怎么样 不 嗨 挂 惨了 赔定了 你很奇怪 这个他只是歌红而已 这人并不红 你怎么都专想些奇奇怪怪的人 他们来作秀 连名字都叫不出来 这种新人 谁会买票来看呢 真是的 那五五分 你要了 谢谢啊 不是五五分 我们就算呢 我拿八 你拿二啊 八二分啊 我都不干 要你自己去找 那我们就知道上次一样了 你出歌厅 我找明星来表演 然后租金一次父亲 好 没问题 一言为定 于是陈金佩就这样包下了他在新加坡的第三场秀 没想到这场无言的结局男女合唱秀 在当地造成了四十四场连续爆满 欲罢不能 陈姐 趁着趁着 人生茶 我给你捶捶啊 哎呦 陈姐啊 这一次无论如何啊 您在这个包秀啊 我再跟你合作 哎 我看我们这次这个五五分 呃 呃 六四分 我拿四 你拿六 呃 三七分 我拿三 你拿七 陈姐 我看怎么了 八二分 你拿八 我拿二 这总可以了吧 好不好 陈姐 哎 老板 哎 爸 我知道呢 你最近手头有一点点小紧 那我如果不帮你 我就没什么义气了 那你歌厅也可能会挂了 是是是 陈姐 您说的是啊 您可得帮帮小弟 我最需要您这个时候的帮忙了 这个时候呢 您应该再用您那个独到的眼光 再来包金仗秀 这样我们就发财了 就最快把这个钱赚回来了 是这样子吧 我今天是決定把你的歌廳買下來了 怎樣 我這樣子夠意思了吧 不是現今 天啊 沒想到我最後竟然栽在一個女人手裡 但是現在 我還能怎麼樣呢 啊 就是憑著這股獨到眼光與判斷力 陳金沛在短短半年之間 從一無所有到買下一間歌廳 將大白紗快狠捲的特性 發揮到淋漓盡致 就像陳金沛所說 我曾經跌倒很多次 但是我是永遠達不到的 越挫越勇 永不服輸 這就是陳金沛 我想真的要好好地說這個 陳金沛小姐的故事 那可以說三天三夜說不完說不完 但是成長呢 藉著這個機會 倒不是要把人的故事說到怎麼樣 最重要的是他的借鏡 要給我們學妹啊 我們一些長輩呢 我們的年輕的一輩的觀眾朋友啊 一起勉勵一下 順便在這裡告訴大家 我覺得每一個人在成長的過程裡 都會有很多 尤其現在我們台灣的環境 誘惑也很大 年輕的朋友也好 年紀大的朋友 我們要能夠抵抗住誘惑 要量力而為 什麼事情呢 要先考慮到自己的 自己能不能達到那個能力 對 千萬不要貪 千萬要知足 要惜福 要懂得愛惜自己 愛惜自己就是愛惜你所有的人 尤其你的家人 因為你的不好意思 可以帶給家人 同樣的一些 所以我覺得我妹妹能夠跟我這樣一起 我也現在給我家人 跟這次到美國的親情的力量 希望也藉著跟你們的紅白勝利 沾了你們的這個 現在的收視的光 能夠給我在演藝界 我不敢希望再能夠大放益彩 最希望你們還能夠再次的接受我 我會盡量的努力 維持一個最好的形象和美感 換取您對我繼續的支持 謝謝 謝謝我的選長 謝謝 好 進行我們鄭龍的比你了 今天我們看白天啊 鄭龍也相當堅強 是 現在馬上出第一題了 給我們安迪看 我來 請關門 好,現在看到了我們的電視牆 題目一出來之後呢 你就照那個題目比就好了 來,我們請看題目 題目就在這邊 來,請看 好,知道了 他現在要來比了 來,請老師,音樂請起 音樂請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OK, what's this? Cut the grass. When you cut your lawn. 哦,他的那個草. Cause when you, when you mow a lawn, you have to start it this way, right? 哦,除草雞啊. 除草雞哦. You mean to cut the, cut the grass? Yeah, you mean? I think so. 哦,他想大概是除草雞. Maybe this is answer. Can I see it again? You sure? Can I see it again? One, two. You sure? You want me to show? Yeah, one, two, three, four. 他也拉完,除草雞. 他拉完還會... 他們家的草坪是蛇形的. 這,這,這美國這個草太長不除,會有罰錢的. 是,是,是. 來,你的答案是什麼? 巴蘿蔔吧. 什麼? 巴蘿蔔,什麼巴蘿蔔? 嘿喲,嘿喲,巴蘿蔔. 你把瓜哥啊! 他要把蘿蔔,高興啊,Yeah! 哦,真的嗎? 蘿蔔收成啊? 哦,應該是這樣. 哦... 但是你交換他了,拔什麼蘿蔔? 不是,可能是那種... 香蕾聯誼不是要抽鑰匙,他... 這是... 千紅線! 千紅線! 你怎麼知道這個聯誼有抽鑰匙的? 聽說的. 哦? 對. 有沒有參加過呢? 沒有啊,他有參加,但是沒人要。 下次有這個機會,哥哥跟我講一下。 我也是聽說,一直沒有機會參加。 就換鑰匙了,就換鑰匙了。 來,琴授。 琴授先來。 我也覺得好像是兩件事情。 哪兩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是拔河比賽嘛。 拔河比賽。 再來是,好像類似像蜂蓮祭這樣的。 哦,兩件事情。 好像是兩件事情。 原住民舉行... 看阿妹妹叫蜂蓮祭啊,對不對。 不是,因為... 我是看賈金文維,不是看阿妹妹。 原來還是賈金文維。 他是拔河嘛。 那天你講錯了,應該是豐人紀才對。 真的嗎? 賈金文拔河也不像拔河。 他像拔河啊。 你看手是像拔河嗎? 來,我們這個,來。 1,2,3,4。 這個叫拔河。 這個啊。 天啊。 一首歌曲。 叫什麼? 彩虹林。 我們倆花著穿了彩虹嶺 彩虹嶺 彩虹嶺 標準答案來鼓勵 果然是彩虹嶺 掌聲有點稀落 怪怪 沒有人理你 你的答案呢 彩虹嶺 彩虹嶺啊 沒有啦 拔河 我是比拔河啊 你是比拔河 對啊 拔河勝利啊 沒錯 拔河勝利啊 拔河是妳歡呼 歡呼啊 妳怎麼會被禽獸所感染呢 什麼紅領啊 這個位置是誰 神豬俠侶的 神豬俠侶 對 到我們答案是什麼 拔河比賽贏了 贏了 很高興大家手牽手來歡呼 耶 要嗎 那妳表演給那個外國朋友 外國人 OK 先再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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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表演給你 1 2 3 4 超哥博 拔河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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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歡迎大家 第一題啊 那這個王冕雪來呢 他盡力了 他剛剛講的英文 I do my best Best 來 警官們 你今天的這個造型呢 比這一題剛好 真的嗎 風景18年 來 我們滿應景的一個 來 請看題目 好 盡可能讓人家懂就好了 來 老師請了 開玩笑 你站左邊啦 你要在前面啦 好 你站著好 應該是你在前面 在前面 答案是什麼 年巴達啦 年巴達 厲害厲害 這個答案滿不錯的 年巴達裡面好好跳一下 來 年巴達不是巴達 對面嘛 年巴達的音樂 老師請你 對對對 年巴達 來 年巴達 1997年 菲佳梁 有咧 示範一下 歡迎光臨海洋世界 兩隻海豚為大家表演 你怎麼會被受傷 你的答案什麼 我答案應該是芭蕾舞 芭蕾舞 雙人舞啊 對 你的答案呢 我的答案啊 是 我不曉得 你活著幹嘛 對啊 剛剛有個動作啊 還對呀 活著幹什麼 對呀 他問你答案是什麼 對呀 答案什麼 我不曉得 真的 對啊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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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想清楚再告訴你 請收先生 答案還是兩個 兩個 下一位 我講真的 我覺得這次答案應該會對喔 第一個是在那種 溜冰宮裡面有沒有 玩那種排舞有沒有 接龍 對 接龍排舞 第二個是 張燈結財喜洋洋 舞龍舞獅大家唱 喔 溜冰舞龍舞獅 兩個答案其中一個 前面那一句是 那溜冰 溜冰感覺起來應該是舞龍舞獅 你溜冰 溜冰比得太爛了 溜冰 所以溜冰也最喜歡要比這樣子 沒有沒有沒有 你注意看 你看瓜哥怎麼溜冰 瓜哥 轉彎喔 瓜哥 我是照著賈信文啊 我不能自己加動作啊 是是是 我照他的動作做的 賈信文剛剛是 我就要比的啊 這樣啊 對啊 就要比的啊 對 他手舉得滿高的 對 尤其是那張臉才像那個獅子臉 對對對 這樣臉很像 所以你的答案是 舞龍舞獅 舞獅 舞獅啦 你在等我罰你跟順子跳那個 什麼 你有沒有拿 舞龍舞獅 舞龍舞獅 I do my best Thank you very much 你們兩個真像舞龍舞獅那個面具 真的嗎 順子很像 這兩天都要是 是啊 那個是前面拿那個扇子那個 他這個臉喔 一看就知道是廣東型師團 而且是廣東 中葉品是廣東方型樂品 像我們都沒有菜頭香 每次戒獅頭就是戒他的頭 菜頭獅頭對不對 你們都要吃他 金斯頓 你們答案是什麼 奇怪 剛剛有人拍手就變舞龍舞獅 我覺得不是啊 我們都不是啊 剛剛批評我說比的不好 他是罵我 我感覺是好像是帶馬子在飆車 騎摩托車 沒有就是 對啊 他剛剛有一個動作 第一個動作是 兩個人要做的事情 兩個人要做的事情 對 他也比兩個人要做的事情 I do my best 幹嘛 不是我比錯一個 應該把耳睛的頭 跟手放好腰部這邊 這很難看不好 不是 對不對 你拿到前面比一下 比一下 萬分 誰可以 誰可以 好 對 唉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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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現得非常精彩 受到 我們學家已經很好 是不是 今天謝謝所有特別來賓 來到我們 謝謝 我們帶著我們 金星金力的 我們還有更精彩的單元 紅白勝利 YOU! YOU!